观众朋友早安 今天是1月28号 寒流在今天 总算要来开始慢慢减弱了 不过今天 一样是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所以在北台湾 云层是比较多一些些 再加上有华南水汽的影响 所以像是在北部跟东半部 今天都还是会有雨的 而且温度也比较低一点 气象鼠持续来发布了低温特报 所以看一下像今天早上的时候 最低温除了离岛 只有8到9度之外 桃园甚至是在台南 以及新北市的五谷 一早起来都是凉搜搜的 大概只有10度 而且因为今天水气稍微多一些 所以像是中部以北 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仍然是有机会来降雪的 如果水气跟温度 有搭配得宜的话 不过我们要提醒大家 今天虽然北台湾 仍然是比较凉冷一些 大约只有12到15度 但是在中南部地区 早上只有12到14度 但是到了白天之后 太阳露脸的话 可以看到温度都是来到 大约22到26度 所以要提醒大家 中南部地区温差是蛮大的 但是到了周一的时候 刚刚有说到 接下来就要转吹东风了 因为高压回流的关系 所以周一之后 天气是越来越好 虽然周一的时候 还是有一些华南水气的影响 水气多一些 但是到了周三就开始慢慢转干 而且温度会慢慢的回升 透过一周的温度曲线图 就能够看出来 今天周日的时候 红色就是北台湾的温度曲线 都是比较低一些 但是到了明天 周一 周二一直到周五 可以看到全台各地 都是开始慢慢的回温 而且有可能都会来到 25度以上的高温 所以接下来几天 都是蛮好的天气 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 未来一周都是蛮好的 而且到了周一的时候 虽然还是有一些东半部 会有一些零星降雨 但是接下来几天 可以看得出来 未来一周就是迎接好天气了 所以再冷一天就好 接下来就是一些比较好的天气 来迎接大家了 以上是这一节的讲知识